安省政府提出方案 希望可以减少救护车被延误的情况 梅指挥报道 安省政府通知紧急服务部门 希望他们考虑给护理人员在医院急诊室 能够照顾一名以上的患者 作为减少救护车延误的一种方法 大流行加剧了护理人员在急诊室 等待病人被转移到病房接受治疗 令到救护车射载受到延误 引致出现部分地区没有办法提供救护车服务 政府紧急卫生服务部 最近就向医护人员发送了一份备忘录 提供了因大流行而导致救护车射载受延误的指南 其中一个建议是将病人分流 这样做救护车人员就可以更加快地回到崗位 另一个方法就是容许救护车人员 将病人带到急诊室以外的地方 但根据现行法律 他们仍然需要将病人带到医院来的设施 包括紧急护理中心 阿泰华市长Jim Watson在1月份 就因为这个问题曾经自信给卫生厅长 表示救护车人员服务部 2021年在市内经历了750次零代码的情况 代表着没有救护车可以提供服务 而卸灾延迟就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们下期见